9月3日晚,一架来自泰国曼谷,载有数十名乘客的客机飞抵贵阳龙洞宝国际机场。 这是贵州省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,暂停国际航班后正式复航的首条国际客运航线。 受疫情影响,贵阳龙洞宝国际机场国际航班于2020年2月中旬暂停直飞。 本次复航的贵阳之曼谷国际航线由吉祥航空直飞,该航班班期为每周四亿班,可提供最大座位数为197座。 计划去程航班于北京时间11点55分自贵阳龙洞宝机场起飞,于当地时间14点到达曼谷苏外纳浦机场,回程航班于当地时间15点30分自曼谷起飞,于北京时间17点30分到达贵阳。 我们省外事班作为预警人民防空组的清头单位,我们联合国际市人民政府省委经委,省公安令处预警管理局,国际海关,贵州病房,检查总长等单位开展的行动。 我们先后组织召开了国际海关复航行事研判会,组织了各相关单位,到贵阳龙洞宝机场开展了疫情防空演练,组织专家对防空演练情况,进行现场点评,分析梳理问题,进一步采取了很多改进措施。 当晚,记者在贵阳龙洞宝国际机场看到,为确保疫情防空工作安全可靠,机场海关、边检部门调整了旅客出入境区域,分隔出旅客后检区,流行病学调查区,采样后检结束区等功能区域,并对上述区域的空调及通风设备进行强化改造,进一步满足了疫情防空工作要求。 活动旅客下机以后,首先经过我们的体温出塞,进入我们的后检区,然后开展流行病学调查,以及核酸检测采样工作。 我们将旅客完成我们海关的相关的检疫工作以后,移交给双动广告会进行后续的工作。 心情很开心,因为回到了祖国的怀抱。 对,因为我是在泰国的留学生,在泰国待了很久。 地步人员,包括工作人员都非常地严谨严格,也很认真,他们的服务也是非常地好。 当天,机上21名乘客经过严格的核验健康声明卡,体温筛查,流行病学调查,采样等卫生检疫措施后,全部顺利入境。 按疫情防空要求,这批乘客将被安排入住指定酒店,进入下一步的集中隔离期。 对 冷静 未经许可,不得翻唱或使用